看着刚出锅的金黄酥脆的薯条,是不是想要尝尝一口呢? 这些薯条彻底征服了这个29岁美国小哥的胃。 他边吃边告诉我们,世界美食成千上万种,他最爱吃薯条。 他家人并不吃薯条,所以他妈妈每次都得格外炸盘薯条给他。 原来在他小时候,只要一哭闹,父母就会拿薯条哄他, 渐渐地养成只爱吃薯条的毛病。 他的妻子告诉我们,他只要一咬其他食物,就会立马呕吐。 除了爱吃薯条外,还喜欢玩滑板。 难怪吃了这么多热量食物,也没有变胖。 他的妈妈很是担心他的健康。 于是找来了健康专家金发女和家庭医生陈先生。 看见小哥正在电脑前工作,一盘薯条就是他平日的零食。 他说,他刚用相机拍摄美味的薯条分享给网友。 听到这他们两人,只好把小哥先叫到薯条加工厂参观。 可是看着一车的薯条,陈先生告诉他,这就是你一年要吃的量。 然后带他做了一个简单测试,说通过这个测试,可以知道他身体是否有问题。 陈先生将白色试纸递给小哥,将试纸放着舌头上五秒。 过了许久,金发女他们将检查结果拿到小哥家里。 金发女拿出报告给他们看,并指着报告说,她得了心脏病。 听到这个结果一旁的母亲不禁落泪,而她却一脸平静。 点个赞吧。 陈先生告诉他们,从现在起,必须想办法改变饮食习惯,不能再吃薯条。 小哥表示,为了健康愿意接受其他食物。 金发女为他准备了一桌食物,看着辣椒、年糕、饼干。 小哥拿起了饼干,尝了一口。 嗯,还不错。 接着拿一块千层饼,咬一口就吐了出来。 他的妻子在一旁鼓励他,希望他能早日给小宝宝喂食。 母亲主动拥抱着他,告诉他人生不怕跌倒,要乐观面对困难,要坚信以后会吃上更多美食。 我是木子李,关注我,每天分享一个迷惑故事。